在水牛放松警惕的瞬间,巨蜥毫不犹豫地咬了水牛的后腿。 水牛的身体猛地一抖,痛得呲牙咧嘴,用力甩开了巨蜥。 巨蜥的攻击看似只是皮外伤,但是事实上, 它的攻击已经使大量毒素钻入水牛体内, 水牛的后腿开始不停地流血,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科莫多巨蜥围攻。 水牛已经陷入了绝境,它挣扎着,努力想要逃脱, 科莫多巨蜥一直跟在水牛的屁股后面, 它们丝毫不敢放松警惕,生怕水牛逃走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水牛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,身体日渐虚弱。 虽然水牛无力反抗,但它的韧性令人惊叹,一直在咬紧牙关。 而这几周来,一直跟随水牛的科莫多巨蜥们, 在看到水牛濒临崩溃的时候,开始蠢蠢欲动,想要咬一口水牛的肉。 接下来,十几条巨蜥冲到水牛身边,开始享受它们的劳动成果, 一口一口地啃着牛肉,好满足。 几小时过去,现场仅剩下水牛的骨架,这干饭速度简直比狮子还快啊。